最近有一部電視劇 是由香港導演王家衛導演的 叫做繁花 我們知道在兩岸 很多地方華人圈 都造成了一股小轟動 這個男主角叫胡歌 他在這個劇裡面叫做保總 今天來到台灣了 可以說是在兩岸 現在情勢這麼緊張的 一個讓大家可能覺得稍稍放緩 或是柔軟的一個新聞跟訊息 我們來看看他剛剛抵達 好 演出狼牙榜 繁花等 大陸知名的作品的一線演員胡歌 他在稍早之後已經抵達台灣了 這一次是睽違六年亮相 可以看到他是身穿一身綠色的 西裝外套搭配白色內裡 灰色褲子 而且一線上的時候 就跟在場的媒體還有粉絲們 熱情的灰手打招呼 心情看起來非常好 那這一次好久不見 而且現場粉絲非常熱情 還用手機拿出來想要跟他自拍 胡歌也親切的跟對方合照 你現在還想吃什麼 胡歌 其實所有的都好吃了 這雜火 所有的 台灣的報名 好 相當那麼久 那個想接台灣的粉絲 接過進去 胡歌有最想接的嗎 不好意思 接過一下 不好意思 各位接過 好 我們上次了 不好意思 謝謝... 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交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於演員胡歌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 表示樂見其成 我們樂見更多的台灣的影迷 劇迷能夠見到他們喜歡的大陸的明星 好 你看到這個胡歌一抵達 我們松山機場 有很多影迷去接機 可能有人過度緊張 旁邊有人就說 胡歌你趕快把你的外套脫掉 說他穿的是一個綠色的衣服 可是其實我怎麼看 都不像綠色的 就大概有時候 可能太過政治聯想 或太緊張了 有人講 這一次胡歌可以順利來台灣交流 是有人在中間穿真影線 那個人是鄭文燦 不過鄭文燦很快就否認說沒有 可是我樂見兩岸的善意 胡歌這一次來 是要跟青年人對話 尤其是拍影片的這些 影視界的年輕人 那他睽違六年來台 六年前他是來參加頒獎典禮的 那陸委會證實說 對 這一次是專案申請 所以讓他們來交流 剛剛國台辦也有回應了 他說保總到保島是好事 因為胡歌在繁花裡頭 就叫做保總 因為這部戲我有看 他在戲裡面真的超帥 我的瞭解是這樣子 邀請胡歌來的是 台北市影音製作工會 工會的新任理事長 陳仲綺是跑兩岸的資深的媒體人 所以他過去這段時間 就一直在穿梭胡歌來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有一家業者 就是要買了版權 可以合法上映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他在這邊穿梭了非常久 然後因為他對兩岸 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說不管是陸方的態度 或是我方的陸委會這邊 應該都是他們穿梭而成的 跟鄭文蔡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覺得今天 陳兵華講了一句說 好事大家都講這個燦熱點 就是有點酸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我覺得胡歌這次來 不只是胡歌 還有上海台辦主任也跟著來的 我覺得這部分的意義也挺特別的 特別是在兩岸這樣子的氣氛之下 能有這樣子的交流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知道兩岸之間的 影視上面的交流 有在2018年金馬獎的鬧出了那個風波 大家在這個致詞的時候 就在講什麼 就是有關於台灣和中國的這個事情 在典禮上面就不是太愉快 所以後來中國大陸方面 就禁止大陸的影視作品 到台灣來參加這個金馬獎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金馬獎 真的是這個華人地區裡面 最具有權威性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獎項 可是他沒有辦法交流了 這一次能夠透過繁花 能夠在台灣上映 然後胡歌能來 我覺得在這麼冰凍的氣氛之下 是流露出了那麼一點點的 這個春意 而且繁花的這一部的劇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好看 而且大導演王家衛 他又是香港的大導演 他拍很久 對 他是香港的這個大導演 又不是說是中國大陸的大導演 然後處理著這個題材 這個文學的性質這麼的高 然後跟政治沒有關聯 然後他在講這個中國 改革開放那個時候 在這個上海的這個股市 他們在這邊翻騰的起伏 這個繁花的這個劇 跟他的原來的這個小說 是完全是兩回事 然後王家衛在裡面大量的運用了 大量的用了台灣 還有香港的流行音樂 那個年代的流行音樂 的確是在那個階段的 大陸的改革開放 他一步步的鄭小平南巡 然後朝著改革開放去的時候 台灣的確是在那邊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台灣的流行文化 台商都在這裡面就是 它就是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華人的 一個生活圈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 點點滴滴 其實都還滿值得 大家去細細品味的 所以我覺得是件好事 就是看就是說希望這個 不知道我不知道 上海台辦主任他這次來 有沒有還有沒有一些 什麼樣特別的任務 希望他的來能夠為接下來 如果說上海市長公正 能夠來參加兩岸 台北就雙城論壇的話 那個意義就更大 王家衛的這個作品 大家有目共睹 我個人真的非常欣賞 我們沒有收任何廣告費 可是如果繁花 可以真的就是未來 不曉得什麼時候它上映 正式上映的時候 真的建議大家都去看看 有很多歷史上面的 一個背景的描述 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 王傑的歌 還有很多台語歌都在那個片子 那個影片裡面 變成一個背景的音樂 非常的好看 還有很多裡面的吃的 小吃 還有一些餐廳 據說也造成他們一股 包括熱潮 很多觀光客也過去了 來 請教晚輝 我想這永遠都是 有交流比沒有交流好 我想這種軟性的 這種藝文的這種交流 絕對是比較好的 因為透過一個戲劇的表達 就像剛剛前一次提到 在劇裡面兩邊的 這個不同的一種 文化的一個內容 都可以在劇裡面 來做一個表現 也讓雙方的民眾 都可以透過劇 來了解彼此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狀況 為什麼講說有交流 沒比交流好 因為我想現在的 兩岸這樣的關係 其實真的相對是比較冰的 我們剛剛前面 兩題所討論到的 包含這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 他們對岸的這個 他是一個快艇 直接就開進了我們的淡水港 我看顧力熊 我們的新的國防部長 他說針對這個狀況 剛剛范園委員有講 應該要檢討 我們顧部長是說要來研議 應該要好好來研議 相關怎麼樣來精進 剛剛委員也有提到 上次這個密錄器的問題 我跟大家報告 像這樣子的一個 目前這麼冰的一個狀況 真的是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你怎麼知道那個快艇上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一路進來 我們竟然完全沒有任何的 一個攔截 我們自己的準備到底是什麼 不能每次發生事情之後 再說我們要來精進 我們要來研討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覺得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準備 另外一個就是像胡哥這次來 透過這樣的一個文化交流 彼此可以更理解 彼此的一個狀況 有這個過程當中的溝通 包含工會這邊的一個 相關的聯絡 這就是一個活動的開始 見面 這中間都有彼此有非常多 要往來的一個書信 電話 這都是交流 有交流 有感情 都知道說彼此在想什麼這樣 這絕對是比完全不交流好 降低敵意 我補充一點 因為三三會不是去了大陸 然後見了宋濤 宋濤就在強調兩岸是一家人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這變成是一個 兩岸現在的一個通關密碼了 就是在大的這個範圍 大的這個架構之下 因為賴清德已經說 兩岸互不隸屬了 但是你如果說 在這種文化的這個交流上面 還要這麼釘釘對對的 像前一陣子 就是央視就是有一個這樣子 就逼著好像大家表態說 你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是不是台灣人 我覺得如果說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都這樣子釘釘對對 然後去看這個 甚至於連包括去看這個 繁花的時候 我不知道說到時候 會有些什麼樣的反應 或者是一些後續的 一些的1450的這個效應 當他們裡面在去唱 大家不要小看 去唱台灣的這些流行歌 它就是一種情感的共通性 就是說 在這種情感的共通性上面 那個是超越 超越這種政治上面的障礙 跟這種政治上面的隔閡的 如果說都能夠拿掉 這樣子的這種 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眼睛 去看兩岸文化上面的 共通性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那麼難談 沒錯 來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台灣到底有沒有缺電 執政黨告訴我們 沒有 電很夠 有時候會跳電 那是電網脆弱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 美國的財經頻道C NBC 他做了一個專題報導 他報導的內容是這樣 他示警台灣的電力短缺 恐怕會衝擊全球的產業 他看的還是全面 我們來看看 報告委員準備好了 經濟部長郭志輝 掛保證電力沒問題 不過民進黨立委關心外媒報導 由美國智庫學者擔憂 台灣面臨電力短缺疑率 對全球科技業 晶篇業者是一大警訊 電影響全球是事實 但是我們沒有缺電 我們沒有缺電 我們準備好了 對不對 我們在準備 好 應該是好 怎麼自家立委在決問 部長回答就沒這麼肯定 國民黨立委關心 那現在綠電從哪來 我的供電還是大於需求 還會有個7%的電力缺口 加起來有10%的電力缺口 你現在告訴我 不用擔心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可以不用擔心 我們在之前 就已經把這個都考慮進去了 我們過去個人的這個言論 我想這個是有時間的差 記憶部長對核電態度 是被綠營立委照正回歸 因為認為核電是現在趨勢 除了亞馬遜花6.5億美元 買核電廠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將在美國建造新一代的核電廠 預計最快2030年將進行商轉 都有在觀察 也就在留意 他的比較開始所說的這個方向 沒有核廢料 對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當然會在討論 立委認為核能是世界趨勢 怎麼穩定供電式首要考驗 以後會請示院長 那他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如果是這個方向我們就按照這個方向來做 搬出院長擋下子彈 郭智輝態度明顯轉為保守 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是外媒CNBC 他是一個專業的財經的頻道 他特別講說 這個台灣有超過97%的能源依賴進口 主要是煤炭和天然氣 這個我們在節目裡頭講了非常多次 那外媒講了 可能民進黨政府會比較聽的下去 所以他說 因此台灣能源供應容易受到干擾 他們擔心的也不是我們台灣 他擔心的是全球半導體 怕受到衝擊 我們的機器部長 針對這則報導他有澄清 他說沒有 外媒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我們的電力是充足的 另外他講AI產業 最近不是NVIDIA的黃仁勳來了嗎 AI的產業在台灣如果發展 到底夠不夠電 他說精密的計算出來 結果是夠的 你們都窮緊張了 郭忠輝又講推節能 我們這個比較節省的用 可以滿足到2028年前的用電需求 而且那AI用電成長 加起來都是夠的 完全不夠 因為我昨天就花了20分鐘時間 用非常多國內外的資訊 而且把他所有公開的訊息 都來告訴他 你怎麼算都是不夠 我幫你算給看 核二核三滿少的缺 所以我們的核能會少掉8% AI過來進來之後 經濟部已經說過了 每一年會增加3% 所以到了2026會增加9%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所謂的 2026年他的能源配比 已經確定是跳票了 蔡總統在過去8年當中 他整的再生能源只成長了4.5% 但是我們目前為止 告訴我們2026要到20% 目前只有8% 所以這12%怎麼來 然後他告訴我 AI的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算好了 我就算給他看 你如果要做6座 AI的設廠在我們這個地方 你大概是一年要花52億度的電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佔所有電比的2% 然後Semiconductor 或是其他的半導體 目前為止佔是8% 我還沒有算那個 剛剛所謂的算力中心 還有所謂的研發中心 都沒有算進去好不好 這樣算進去你怎麼看 你唯有一個方法 就是2026的時候 你的再生能源 能夠達到100%的20% 你做得到嗎 你目前只有8點多 9點多 你過去8年才只有成長到4.5 你現在告訴我 你一年半的時間 你要從10.5變成20% 有可能嗎 所以說他就特別提到了 他說目前為止 我們算大概是AI的廠到我們這邊 大概只有五座到六座 那我意思是說 到第七座到第十座 每個人都說臺灣是一個 要讓世界看到臺灣 你要到第七第八可以嗎 他不敢回應 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家爭前六名 各位AI的廠到我們這邊來 你不是只有每個人都可以來 你要前六名 所以你就是說 你不用核電可以 可是你把一切部分 全部用在再生能源 我告訴你 再生能源也不太可能達到 還有最重要的 你還告訴我這是電力的2.0 到2030 2050 你要靜靈排炭 靜靈排炭 對不起 我們臺灣目前為止 當全世界告訴你 都要2030要到靜靈排炭的時候 要減碳40% 我們臺灣的目標只有23% 這些的數據 都很清楚的告訴他 所以我也不知道 郭智慧一剛進來產業的時候 告訴我們可以何能 吃了一頓飯被摸了頭之後 他現在每次講的每一句話 比任何人還講斬金截鐵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失望 最後一句話 如果需要像這樣子的部長 我覺得用王美花就好了 王美花就因為對電力不熟 然後對很多產業不熟 現在搞了一個產業熟的 你講的話跟王美花一模一樣 那我真的不知道 這中間的差別 我們可以期望什麼 來委員 我直接補充一下 那個智慧姐的觀點 這個今年3月的時候 我有直接問龔明星 前國發會主委 現在的行政院秘書長 那時候他 我問他說今年的 因為那時候剛漲電價 我們4月份漲電價 剛漲電價的時候 我說我們今年GDP的增長 我們今年GDP 他會說要多少成長 他說3% 他說好 我問你電從哪裡來 因為那時候我手上有一份報告 我說我們在 我是交通委員會的 所以我最關心的 反而是所謂的E-Bus 就是所謂的電動巴士 全國電動巴士在2030 要能夠全面上路 不過現在全台灣的所有都市 到50%還不多 因為沒有電 對 然後因為沒有電 而且台電不配合很多 很多配套做事的問題 我說你2030現在就有困難了 那你20 你的國發會的報告 你覺得2040為了要2050 能夠全面無碳家園 2050要無碳家園 2040必須你的小客車 跟摩托車要全面一化 那我問你2030全面電動公車 2040全面小客車 那你電從哪裡來 你要有幾座電廠 你跟我講清楚 他說我沒辦法回答你 我已經等了兩個月 他說我給你報告 兩個月之後 到目前為止沒有回答 大概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再講到NVIDIA 其實黃仁勳是台灣級沒有錯 不過他畢竟是個商家 他是個企業家 他是個美國人 美國人一向是 before I save the world I have to save myself 我必須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 所以說要他把一個設計中心 一個 Research Center 這麼重要研發中心 放在一個在美國之外的地方 他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第一個 電必須充足 可是這個電不是只有 普通的電而已 2025現在明年開始 C-Band也就是歐盟 開始要對於你用碳 你用火力發電所做出來的碳 全面開始去所謂charge 收所謂的碳稅 如果台灣目前97% 不管你講的是煤炭也好 還是天然氣也好 你現在用這樣的發電能力 發電的話 2025你的產品 畢竟會被收到很高的碳稅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話 台灣其實如果說 以他們NVIDIA的公司來講 是不是一個電力充足 而且水力也充足的好地方 這是個大問號 再來第二個 台灣現在目前我們剛剛講到 全世界四個最有可能 發生國際戰爭的地方 台灣是其中之一 是不是最有可能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把一個價值 價值幾兆美金的研發中心 放在一個兵兇站圍的地方 我認為一個企業體 一個跨國企業體來講 尤其是一個目前強壓著Intel 強壓著全世界的3C產業的 這個大企業來講 我覺得他們把NVIDIA放在這邊 似乎有點不切實際 第三個才講到location 台灣沒有錯 台灣是在東亞中心 台灣的location很好 可是台灣也有另外一個隱憂 就是我們剛剛發生的地震 還有其他還有颱風之類的 這三個他們放在國外的 研究中心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而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這三個都能夠克服 尤其是第二點 我們是不是讓我們的政治 去掩蓋了我們經濟 可以的成長的模式 一般來講人家都說是 政治是為經濟而服務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是從 我們是因為用經濟來去 用經濟某個程度上 犧牲經濟來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這跟我們所謂民生 希望看到民生議題 一個先進的國家 似乎有點背道而馳 黃仁勳是真的很客氣 他也是一個很會做公關的人 他在台灣這三天 大家看到都是在吃小吃 對所有的歌 影迷 不是影迷 他的fans都非常好 可是大家可能沒有看到 這一句話 最後他離開台灣的時候 的確他在接受媒體 讀訪的時候 他有講出一句話 他說對 台灣的電力 是一個挑戰 他講了這一句話 可能他在離開台灣之前 他講這句話怕得罪大家 因為是比較不好聽的話 可是當局或者執政黨 真的要深思 對 我想這個部分 我要先幫郭部長講一下 經濟部長郭部長 他講話一向比較帥子 他並不是說 他跟立委吃一頓飯之後就改變 而是說他原先很帥子講的部分 他並沒有想到媒體放的重點 因為他還有一些前提 如果回去看的話 回來講我們先暫時不管郭部長爽 講的那個核三研議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關心電是不是夠 第二個大家會關心說 就算現在夠 那發展AI到底是不是夠 這個就是我們這些立委 當然也非常的關心 可以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在蔡政府時期 他七年內的 總發電量是成長了11% 馬政府的八年 總發電量是成長了6% 那回來講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 我們的備轉的電容量是10% 那OECD的國家平均是5% 日本是8% 所以之前那個跳電 那真的是所謂的電網的部分 那臺電都陸續在處理 因為那些的確是比較老舊 那並不是電不夠 那當然退一萬步講 如果真的電不夠的情況下 那其實就大方向上應該是要以綠能 燃氣燃油燃煤為主 核能是最後選項 那而且大家如果更務實的去看 就是說所謂的核三能不能演繹的時候 就必須回頭看有一個誤解 就是其實核能是在就是相關的會議中 他講的是一個替代性暫時性的 可是他並不是所謂的clean energy 也不是green energy 那是有前提的 那在那個歐盟的那個所謂的分類上 如果真的能夠算成在裡面替代性的 去緩減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氣候變遷的話 他必須要就是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也就是說你對於就是 從低階到高階的核廢料 要有最終處置的方式 而且必須是在本國 那這個部分 臺灣現在連藍雨的低階 那因為我們相關的方法 必須要那些地方政府公投 到現在沒有個地方要接受 那我們高階的就是那些燃料棒 其實都還沒有立法 就是說一旦取出來 所以完全不符合那個clean energy green energy的那個 可以作為transition 替代時期的一個能源 所以也會對這些高科技的產業 來講的話 那不會是選項 那當然他擔心的電 那其實他一定做了爭密的研究 說我是不會把超級電腦 說他會在臺灣尋找電購的地方這樣 我這樣講 這世界在變 所以人類也要跟著改變 你的想法 20年前 30年前 有所謂的地球暖化這個問題嗎 現在就是加速在暖化 你沒有看到越來越多的水災 越來越多的暴風嗎 地球已經在燃燒了 所以我們對核電就要有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整個對碳的排放來講 最沒有影響的 沒有負面影響的就是核電 日本是核災國家 而且受創這麼深 而日本是非常保守 非常僵硬的 為什麼他們現在對核電就改變了 為什麼核電廠一間一間在恢復在運作 南海為什麼要越蓋越多的核電廠 發火也是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歐盟也在討論 很多國家都承認說 核電應該列為 核能應該列為是乾淨的能源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改變 我們希望能夠使用核電的原因 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 你要保護我們自己百姓 你燒那麼多的煤 燒那麼多的天然氣 臺灣飛線來的人越來越多 每一個得到飛線來 坦白講都應該要告民進黨 叫你們負責國賠 我想老師他們命可以不必送掉 就是民進黨包著這個神竹牌 害死了這麼多的人 害死很多家庭的破碎 第二個我們要保護這個地球 對不對 所以核能的概念 整個是要去改變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對我們郭部長是有一點看法 你也71歲了 你也見過世面的人 你也經營過企業 經營成功 對不對 那你最先你講法就是說 如果你們修法通過 你修法通過 核二核三 可以圓意二十年 三十年 這是你講的話 然後你跟民進黨立委吃個飯出來 你改變了 你告訴我 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你不是三歲的小孩 當部長 這是個政務官 古時候這叫做大臣 你這樣的改變叫做吳大臣之風 你知道嗎 吳大臣之風 你看蔣孟寧西朝裡面 就有講到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做這麼大的改變 可是你沒有一個完善的理由 我們只能解釋為說 你太珍惜你經濟部長的位置了 所以你丟掉了你的原則 丟掉你原來的價值觀 我如果這樣子 人家對你的相信度是很低的 不然你推動政策的時候 人家都把你打折 六折 七折 五折都打下去了 是 當官是一時的 如果說你的價值 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恐怕會比較好一點 來 進一下廣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